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一个平面的像 对吧 这就是一个平面的像 一个外轮廓 我们用三个方法来画材都没问题 这就是这个外像 那么现在形成体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这个形体的交界线 形体的交界线 形体的交界线呢 就是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内轮廓的这个线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讲一下 那这是一个外轮廓 是吧 那么那重要的线 是吧 西方绘画里面这个过去就传统这个绘画里面 就讲这个两条线 是吧 就是一个是形体的交界线 一个是外轮廓线 有这两条线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解决了 那么这个所有的变化 也都是画在这个 形体的交界线上和轮廓线上 就这两条线上 那我们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体积和空间的这个关系 它有了这个体积的概念呢 它就有了一个空间的概念 就有前后虚实 是吧 像我们画一个这个一个路是吧 一个路通向远方的这种感觉的一个路 然后这边是树 这跟这跟偷四也有关系了 然后呢 后面这是个三 远处的三 你看 这个就是有这个空间的这个感觉 空间的感觉 你观察这个远处的三呢 它就是虚的 这是弱的是吧 近处就是实的 然后呢 总结的规律呢 就是前十后面虚 是吧 你要画这个树 离你近的树 你就看得特别清楚 离你远的 你就看得稍微虚一点 是吧 弱一点 形成一个空间的感觉 是吧 这个空间的感觉呢 这个 因为它和体积是关联的 我们要把这个这种 看远三的这种感觉 用到一个看小的一个东西上 一个小的形体上 要把这个道理贯穿下来来看 讲到这个具体的这个立方体的时候 那我们就讲 看哪个点离你近 比如说我们设定它 是一个离我们近的点 对吧 离我们最近的点 这个因为是一个有透视的角度 是吧 这有透视的角度 你这个人的眼睛相当于 相当于是这样的眼睛 对吧 你这个形体是这样的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体 所以它是有透视的 有透视的情况下 这个点离你最近 那我们就讲虚实强弱 讲这个体积的处理 第一步是找到这个 体积的这个交界线 也就是形体上的这些高点的连线 它和它光影还有一点关系 我们设定一个光源 在这边一个光源过来 照过来 然后呢 离你近的地方就是实 离你近的地方实 离你远的地方就是虚的 那画的时候呢 这个虚和实呢 就靠轻重来表现 近处的实一点 然后远处的虚一点 弱一点 感触着弱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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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处理啊 把三个三个面的关系处理下来 先讲这个道理啊 先讲这个道理啊 然后我们涉及到这个后面还要讲明案的时候 再深入再讲啊 我们先把元素一个元素一个元素都给它找出来 讲完了之后呢 再把它整理到一起啊 那这就是禁止远虚 进处的就实一点 然后呢 往远去呢 就弱一点啊 这关系呢就减弱 不见了 不见的这个吊子就变松了啊 尽时远虚 尽强远弱 把找到这个形体的交界线啊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体积 那把这个体积的这是方的东西啊 比较好找 那圆的东西呢 你看啊 他画一个圆圆圆球 画一个圆的东西 圆的东西光线从这边来 他也有这个交界线啊 也有这个交界线啊 也有这个交界线 形体的这种交界线 离你近的这个球体 他也有空间嘛 对吧 他也是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 一个球体 是吧 那他是在这个空间里的一个球 是吧 他还是以这个这个交界线的点为中心点 是吧 那他这儿这个地方是实的 对吧 这个是实的交界线 形体的交界线 这个地方是实的 然后逐渐往弱了 那他就是从这儿往下走了 这边也是 他是从从你这个 离你最近这个点 向下一个发展方向 一个这个边一个发展方向 一个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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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圆的是吧 他成一个球体 从以这个点向四周扩散的这种 一个一个圆的这个球体 那这个交界线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上啊 画想画体积想画空间 那这个就是交界线是最主要的 是吧 他的变化 实际的例子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苹果 画一个苹果这样的东西啊 他的交界线 光线过来 形体的交界线就在这儿 那这地方就是实的 我往后面走就是虚了 我这边走也变弱了 往底下走 往上面走 四个方向 往四个方向发展 找这个形体的这个交界线 我给大家找了个图片啊 找了个图片 我再把这个交界线那个再说一遍啊 形体的交界线 你像这个这个外轮廓 对吧 这整个这条线过来是外轮廓 那他形成那个 这他这个内轮廓就是形体的交界线啊 形体的高点 那就是这块啊 这个 他和光源的一个角度也有关系啊 光源的角度如果在上面 那就是这条线了 那现在光源照着这个位置往下照了 那他就是这个形体的交界线 这个线的关系画起来 就是近时 远虚近强远弱的这种关系画起来 他就会有形体感 你看这个这个是圆柱体 是吧 这个圆柱体 圆柱体呢 圆柱体他这个点啊 这条线 从上到下的这种变化啊 这条线画起来 整个圆柱就会有圆的这种感觉 圆柱的圆的感觉 啊 这个这个角椎这贯穿体 这也是这个啊 这条线 光线从上上下来呢 这条线 所以这个这个画这个 呃 传统的这种呃 这种呃 这种绘画里面 就是这种所谓学员派这种绘画里面 那这个 树描就讲究这两条线 一个是外融合线 一个内融合线 就是内内内部的这个形体交界线 是吧 这两条线画起来的这些东西是都有了 呃 这个这个线呢 这个具体的画法我们一会儿再讲 呃 先教大家伙怎么找这些线 啊 具体找的这些线 嗯 嗯 这是个这个是个是个圆的是吧 你看看这个圆球这个 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圆 这个球体这个哈 那进处这个这个点 石的这个点 向上发展啊 向上发的发展 然后呢 逐渐变弱了 是吧 因为它离得远了嘛 对吧 这个这个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它不在一个空间里 它是在前面这个空间 离你近的空间 这是在后面的空间 相当于 这个点和这个点的关系 嗯 这两个点的关系 实际上差不多 啊 离你近的点 离你远的点 那它在球体上体现的就是 离你近的位置 和离你远的位置的变化 实到虚的变化 强到弱的变化 那这个点到这边 到这边的边线 也是这个道理 相当于 这个点 到后面这个点 是一个 从前到后的这个过程 是吧 逐渐的 逐渐变弱的一个过程 把这个块 它就逐渐减弱了 是吧 这个球体和这个方体 它道理上都是一样的 嗯 那这个叫这个交界线的变化啊 实际上要从空间上讲 空间上讲 那这个地方 这个点 离你 离你应该近 是吧 这个尖离得近 这个点离得远 它是个斜的 这是个 这是个三角锥的这个 这是个斜的 按道理讲 这点是实 这点是虚的 啊 近强远弱 应该这样 空间不同 但是实际上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设置的时候 是光源里的近 对吧 光源里的近的时候 这上面反差会更大 底的反差会弱 啊 就是和光源还有关系 还要注意光源的问题啊 嗯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哈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橘子啊 我们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经常呢 橘子的时候能看到这种 它们带点叶的 那这个形体的交界线 你看这个叶子啊 这个叶子啊 这个叶子是弧形的对吧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半弧形的一个状态 叶子啊 叶子是个半弧形的 它是鼓起来的对不对 叶子是鼓起来的 那鼓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这个交界线啊 这就是这就中间的形体的交界线啊 光线过来 那它这边从这边 从强到弱啊 它就有这个变化了 这就是叶子的变化 是吧 从强到弱的关系 从这个强到弱的关系 那这边也是这个样的哈 它这个是凹的 叶子是个凹形的叶子 是吧 是一个一个 一个凹形的叶子 看这个叶子里面 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线的位置是最最低的啊 它是凹形的 它是这样形状 对吧 它是凹形 光线过来照过来之后 光线照过来 然后这边是墙的 然后下来逐渐变弱了 然后逐渐它慢慢又又开始稍微亮起来了 因为它是凹的形状 是吧 凹的形状 就这些线都是一个形体的交界线啊 都是形体的交界线 中间这条线的一些变化 只有把这个化解了 它就会有体积的感觉 你看 这种边线 这个这个线 还有个白产的边 说明它的厚度 空间的厚度 是吧 体积的厚度 光线照在这边上 然后光线下来变弱 就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又慢慢变亮 对吧 橘子是吧 底是个水果 那水果呢 那就是一个一个圆子 刚才跟咱们讲的圆子一样 对吧 一个圆子 然后交界线在这个位置上 上面这块 这是叶子挡的影子 实际的交界线在这儿 实际的交界线在这儿 往下来 逐渐变弱 光线过来 这就是一个橘子的那个 找形体交界线的位置 进出是实的 往后走是弱的 对吧 往后走是弱的 逐渐弱了 这是实的 刚才找这个图的时候 挺有意思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后来的绘画 这个发展中的有一个平面化趋势 就是这样的 你看它就是做光是描了一个形体的一个轮廓线 它里面没有交界线 所以它是平面化的 对吧 这就是平面化的一个一个柠檬 它就只有形体的外轮廓 没有内轮廓 它就感觉不到形体的形体关系 空间关系 它就是平面化的东西 后来绘画的发展中 其中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这个趋势 就是平面化趋势 平面化趋势的话 就是减弱中间的这个 形体交界线呢 光有关系啊 把这东西减弱了 减掉了 它就是平面化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方高的那个作品 一看笔图就能看出来 这方高的那个画 应该是一个画的局部吧 还是什么 你看它这个也是这么理解的 光线过来 这边是光源的点 高光的位置 光源的点 这个也是光源的点 那它这个就是形体的交界线 是吧 体积的交界线 形体的交界线 因为这离嘛 它本身不是规则的 它不是一个圆球 所以它会有很多变化 那就是形体交界线的变化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西方的这个传统绘画里面的 这个两条线啊 外轮廓内轮廓 外面这条边线的变化 外面这个具体的形状上的变化 和内部的具体的变化 你看它这个变化的就很多 离的话 就是这地方有一条交界线 找到这之后就慢慢减弱了 那它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 骨折的一个篮 这也是形体的交界线 就是我们说的形体的高点 高点连线 形体上的高点的这些连线都有 这就这样 那这边这里也是 这边还有一条线 那底下还有一条线 对吧 底下还有一条线 那底下的这个几笔呢 就是这个桌布的这个反光 它这个代表的都是桌布的反光 画了几笔 这样 这个是反光 是吧 所以注意这个交界线的这种变化 要首先我们找这个讲这个道理呢 先讲 把这道理讲了 讲完之后呢 先找几张画 教大家伙怎么看 就是这个 这交界线都在哪 它都是什么样 这当然就是关系上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近处的实 远处的虚 是吧 吊子的这个重 和远处的这种 慢慢的灰啊 亮啊 这种感觉 包括球体上这个 离得重 离得近的位置的重 和远处的这个弱 是吧 它是个弧形的 转的 这圆柱 是吧 你这个这个球体 可以理解成一个 圆柱的一个形象 一样的是吧 远处的点 近处的点 远处的点 和这个圆柱体一样 这个边线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头 远处的空间 近处的空间 远处的空间 那这个理解也一样 是吧 远处的这个点 远处的空间 近处的空间 远处的空间 它都是形成一个弧形的 有前后的 前后概念的 前后概念 这个都比较清楚一点 这张图片就比较清楚 这几个关系 这个单体的这个 近物的画法 就比较现代了 画法挺现代的一个画法 有一个区域平面化的处理的 这个趋势 它往这个平面化处理上 这个趋势 但是原理还是一样的 高光的区域 这是高光的区域 然后呢 这个是形体的交界线 你看这个形体的这个交界线 近处的实一点往上走 就逐渐弱一点 实一点往这边来走 弱了 这是形体的一个交界线 整个的这一条都是 这是具体的变化 就跟方高换的离一样 第一个形体的交界线 然后第二个形体的线 下来 然后底下这块呢 就是反光 是吧 桌面 这个光线照到桌子上了 桌上反起来的亮度 反了插在这个形体上了 因为它这个离呢 是一个圆球形 圆柱圆的这个形 是吧 从圆的上来 往到这 到这个位置上 它实际转折了 对吧 离从这转下去了 这个大家会可以找一个实际的离来看一下 转下去了之后呢 那这个就属于另外一个空间了 这个面呢 这个面那朝着这个桌子了 所以它是有反光的 对吧 这个面呢 是朝着光源的 所以它这个颜色是这个 是光源上给的颜色啊 不是桌布上的反 反出了这个颜色啊 这个就是形体交界线的变化 形体交界线上的具体变化 你看我们又找了一个离子这个范例啊 这个是比较明显啊 它变化也比较多 啊 这个是高光点 高光点呢 这个位置这个亮度和这亮度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边比较亮 说明它离灯近 那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是有空间变化的 光线走的话是有距离的 那光线走过去这地方就弱一点 那这个就是形体的一个一个交界线啊 是吧 它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离的这个体积的处理啊 空间上的处理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条线桌的文章 是吧 主要是围绕着这条线桌文章 然后就是配合上这个这个边线 你看这个这个位置呢 画的很重 是吧 这个位置画的很重 这离你近的位置 近处时远处虚 我上走就弱一点 我下走也弱一点 底下呢 有反光 桌布对它的反光 它要减弱一点 上面呢 是另外一个空间了 是吧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是另外一个空间了 不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在前面 这个在后面 同时你看 注意边线的处理啊 这个位置画的很实 那边线这个位置就处理的很弱 位置就是让它从这个空间 到这个空间的转化啊 转变过去啊 画过去 所以这个外面的这条线 画的就很弱啊 处理的很弱 这个这个中间的线 就画的很实 是吧 很强烈啊 就是就是这样 啊 这个因为它是图片嘛 如果正常看 你看这个位置就比较明显 它这有反光呢 它这个边线也是弱的啊 它这个边线 转过线也是弱的 处理它 都没有中间处理的 这么强烈 嗯 今天找些离的例子挺好 这个离这个 东西比较丰富啊 变化丰富 然后形体上也挺有意思 这个画这种东西的人还挺多的 画这个离的这种 你看这个边界 这个 它这个位置处理 看啊 这个这块的形状上的处理 就像一个圆柱一样 是吧 那这个交界线呢 这里有一条交界线啊 形体的交界线 有个圆柱形的形体交界线 同时它还有个立面的交界线啊 这个柱是个立起来的圆柱 然后这边是个斜面的 从这边开始 是个球体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像一个球状的啊 那中间的这个石 这个位置上的石 那这个就是虚 弱一点啊 这个从这个空间 石的空间 往下转 弧形的进去了 这空间变化了 它在吊子上 它在这个虚实强弱上就有变化 对吧 那这个这边呢 这个从这个空间 向这个空间转化啊 这是这个是亮部的区域 这个这个边的变线处理 和它比 这边还是弱一点的啊 这边实一点 那这个暗部就更明显了 暗部要弱一点 灰一点啊 从这个空间 向这个空间转变了 所以要学着找这个形体的一个交界线啊 找这个形体上的这个交界线啊 这交界线在画里面体现出来呢 有两块 一个是形体本身的这个交界线 这个交界线呢 就是不管你有光没有光 这个交界线都存在的 是吧 它都是画形体的一个办法 另一种呢 就是光影的交界线 光影的交界线 都是落在形体的交界线上啊 都是落在形体的交界线上 那你看我从这个点上讲 它是它是亮部的 对吧 那亮部它也有变化 是吧 它也有形体上的交界线 只不过不那么明显 那这个交界线呢 就比较明显 是吧 它既是光影的交界线 也是形体的交界线 所以这两种交界线是合在一起了 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画面中的重要的一个内部 内部的这条融合线 内部线啊 就是内部的这种形体线 嗯 离看多了 就是我们看看苹果啊 换一个东西看一看 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形体的这个交界线啊 它是这个 嗯 我可以在旁边给大家画一下啊 你看从这个形体理解上啊 它有两个两个线 一个是这个条线 是吧 它是这个面的一个线 同时它还有一个 这个 众生的线 你画的时候就可以理解 这样理解 先画一个这样这个面 是吧 然后呢 它相当于像一个像个圆柱一样 是吧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是第一个面 是吧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这样 像一个圆柱 一个柱体啊 像一个圆柱体一样 那这是这个面 那这边是这边是往后走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就是苹果那杆 是吧 那因为它是圆的嘛 所以它这个形体上要有变化一点 是不是啊 那这就是这条交界线啊 光线照过来 光线照过来 那这条 这是一条交界线 那这是一条交界线 那这是一条交界线 是吧 这形体的一个高点的线 那这个线呢 这个位置呢 是离你最近的 是吧 往后走是变弱的 往两侧走是变弱的 那在这个画面里体现出来 就是这条线 对吧 这是一条线 那这是一条线 那这个位置离你近一点 实一点 这边是远一点 弱一点 那从这点往这个空间里变化 分出面来 是吧 这是第一个面 最重的面 是吧 这是第二个面 稍微弱一点的面 这是第三个面 它是一个亮一点的面 对吧 就是这样 也可以理解成这样 都可以 一个方体 对吧 这是苹果的梗 你画是这个面 那这个是这个 苹果的这个体 那这是这个面 这个交界线 一样的 对吧 你就把它这个体积的概念 理解起来了 重要的就是这条线 重要的就是 这个形体上的这个交界线 它就是画这个形体 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形成体积 形成空间 都是靠它来体现出来的 它和边线的配合 在里外两条线的配合 到时候我们在具体的实际的画的 这个例子里面 在去边画边讲这些事 然后把它贯穿在里面 去画里面 不去单独去描述 不去单独去训练 好嘞 这堂课就这样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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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